我来连生三十二斑斑可不同 我与成佛变成佛 与成佛变成佛 夜红于万禀道见轻舍而出 宁缺哪里还能抵挡 血水滴落 那于斑指骤然多出无数裂纹 就此时 一股幽远古老气息从大明湖暴涨 就看那湖水倒流 还不及几人反应 那魔宗山门便已浮现眼前 夜红于心中一惊 眼下也无心在沙宁缺 率先冲进这湖底山门之中 可魔宗禁地岂能是随意闯入 这湖底到处充斥一股令人生味的气息 夜红于无意触碰到一石块 竟敢一阵是星之筒 转眼 就看这湖底剧烈震荡 这无心之举境意外触发封印的快蕾大阵 无数巨石夹杂着魔尊威压 几人来不及逃窜便已喘不上起来 这是我和你五师兄为你会指的棋盘 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 好好静下心来 下一盘棋盘 想及此处 宁缺索性也不去逃命 掏出两位师兄赠送的棋盘 墨珊珊精通福道 一眼看出其中蕴含的强大正义 黑子天云卫 白子在心卫 跟着墨珊珊的指令连续落子 这快蕾大阵居然平静了下来 紧接数块巨石一味 那雄伟肃穆的山门映入眼帘 可山门定有静置 又该如何 一入黄园 立刻呆上 出了黄园 马上摘下 按我说的做 方能保命 宁缺缓缓举起 带着扳指的右手 这山门如似通灵 竟乖乖听话的开启 一路行去 沿途竟是白骨 想来定是那 清脚魔宗的宗门意识 再往前去 竟有一句大石碑 尚写有 书愿柯浩然灭魔宗于此 墨珊珊一眼认出 这应是魔宗 开山宗主所立的无自卑 本该空无一字 却不想柯浩然 竟这般不可一世 宁缺看着眼前字 竟顿感一阵头晕目眩 话音未落 就听一阵稀疏声传来 那成队的白骨之下 竟还有一人 想不到此人 竟是昔日裁决大神官 可正义之师 又怎会困于魔宗之境 只听着连生神座面色温和 缓缓道出昔日誓 说那颗浩然背离浩天 顿入魔道 自己本想将其阻止 却不想那浩然 见其毁天灭地 将自己困入繁笼 你撒谎 我小师叔有时浩然正气 绝不会进修魔宗共犯 又何以入魔呢 宁缺哪会相信这丝言语 浩然见正气凛然 怎会入主魔宗 你说那道魔相通 便可入神 可如要相通 除非 他也入魔了 他说的没错 我果然入魔 你们当中的一个人 是靠近我 便可继续在世 甚至 可有信念 传入精神 三人已是来不及反应 这连生神座的妙法禅音便已控射住三人 就看夜红鱼缓缓上前 下跪这连生面前 一道星红之力从连生手心释出 夜红鱼只觉一阵头疼欲裂 可以是无法挣脱 宁缺也陷入魂了 心想若能得神座真传 对付那下猴起步轻而易举 正欲向前 怀中揣着的妙音和忽然掉落 一道清明的音色传来 瞬间将宁缺和墨山山拉回现实 宁缺这才明白 说圣继承一波 修行神术 定是这连生胡编乱造 当下弯弓搭剑 那连十三件汇聚金光符文一剑射出 连生只好放下夜红鱼避其锋芒 可夜红鱼还来不及逃窜 那连生忽然陷那魔宫 换出那远古滔铁 瞬间将夜红鱼吞噬其中 陶铁大法连魔族都现欺诈的邪恶 而血液充满了光明的诱惑 我若血液的血 还可以获得处身 人凭你如何抗争 都无法带脱命运的曲子 上天来一来拯救我的